每次带她去公园 看到别人家的父母陪着孩子 有说有笑 玩耍兮兮 我不知道孩子心里明不明白 但是我能感受出她有那种期盼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儿 希望她能回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单亲妈妈的心酸 毋庸置疑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的所作所为 以及她今天来告白的目的 大家是否认同她的这种做法 是否支持她 请用你们的感叹号和问号来表态 321 请表态 哦 一半了一半 多少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照样没有爸爸陪伴 照样是自己带着孩子长大的 所以你现在既然已经是这样了 不要再这么想了好不好 当界总 她只是一个播种的人 她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觉得你应该认她 起码给孩子一个 怎么说不能完整的一个家嘛 给孩子找回一个爹来 我如果是当事人 就是你之前的前男友的话 其实我不会跟这个孩子再接触下去 要让这个男人负起责任 社会的家庭的责任 为什么 当初她做了那样的事 她就该承担这样子事情的一个结果 像你当初已经很答应她的妈妈 就是不要她的钱 然后不要孩子 但是这个事情是你在答应了之后 你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这一切的承担 这一切的后果就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 我担心这个孩子将来性格上会有缺陷 这么多担心孩子的家庭也不一定啊 只要你给他正确的教育啊 我怕毁了孩子的一生